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暗戳戳地跟别人对眼神,注意看肖战的反应,马上吃醋崩盘 杨子和肖战在一场活动中相遇,气氛有些微妙 杨子心生一记,暗戳戳地与另一位男士对视,试图引起肖战的注意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名男士,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深沉的玩味 肖战坐在一旁,专注于手中的餐盘,却在不经意间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 他抬起头,正好与杨子的目光相遇 杨子神秘地微笑着,眼中带着一种挑逗的神情,仿佛在和他玩着什么游戏 肖战不禁皱了皱眉头,心中涌起一阵不安的感觉 他并不知道杨子在和谁交流,但那个男士的存在让他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情绪 或许是出于对感情的保护本能,肖战的表情逐渐变得凝重 杨子察觉到肖战的反应,心中窃喜 他故意加大了与那位男士的眼神交流,刻意让肖战感受到一种压力 在场的人们也开始留意到这场微妙的眼神对决 活动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而又充满了悬念 肖战无法忍受这种情境,他放下手中的餐盘,站起身,静止走向杨子 他的眉头紧锁,表情变得严肃 杨子心中暗自窃喜,他成功引起了肖战的注意 在众人的注视下,肖战走到杨子面前,凝视着他的眼睛 语气严肃而又带着一丝不满,杨子,你到底在干什么 杨子笑容满面,故意撇嘴道,肖战,你吃醋了吗 难道对我有点意思 他的调笑之言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紧张,人们纷纷怯怯思语 肖战咬了咬牙,他没有想到杨子会玩得这么高级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感到一种尴尬和无奈,却也无法否认心中的极度情感 这场暗戳戳的眼神战让他陷入了一场他始料未及的情感漩涡 杨子在一次活动中暗戳戳地与另一人对视,专注地观察肖战的反应 这个瞬间充满了紧张和期待,仿佛一场悬疑电影中的情节 肖战坐在一旁,毫无察觉地参与着现场的氛围 观众们也不禁感受到紧张气氛,纷纷猜测杨子的用意 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场娱乐活动的一部分 而有些粉丝却开始猜测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在上演 这种紧张的氛围像一把隐藏在黑暗中的刀子 让人不禁揣测着明星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杨子的眼神仿佛带着一种狡黠 他故意选择这个时机,引起肖战的关注 而肖战在不经意间抬头 正好与杨子对上眼神 这一刹那,整个场面仿佛凝固 气氛变得紧张而又诡异 肖战的反应成为现场的焦点 他的表情瞬间凝固,眉头微皱 似乎在思考着发生了什么 观众们纷纷揣测他内心的想法 难以捉摸的感觉在场上蔓延 而就在这个紧张的瞬间 肖战的脸色突然微变,眼中闪过一丝不悦 众人瞪大眼睛 仿佛能听到他心底的咆哮 杨子看出了这一点,心中一笑 他成功地制造了一场小小的醋意风波 整个场面在这个微妙的瞬间得到了解散 肖战努力回复平静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而杨子则收起了刚才的狡狭眼神 笑容灿烂地与周围人打招呼 化解了刚才的紧张气氛 这一幕成为当天活动的一大亮点 引起了媒体和粉丝们的热议 而肖战与杨子之间的微妙互动 也成为娱乐圈中的谈资 让人们更加好奇这两位明星之间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杨子肖战的哭戏有多绝 他一落泪才明白 为何观众都爱看杨子哭了 杨子与肖战的哭戏在娱乐圈中被誉为绝佳 一旦他们的眼角泛起泪花 观众们仿佛能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情感共鸣 这种独特的演技 让人忍不住惊叹 纷纷为之倾倒 每一次杨子陷入角色 开始一场哭戏 他的表演都堪称完美 眼波流转间 情感仿佛在他的眼中凝结 观众仿佛能够感受到 他心灵深处的悲伤与痛苦 他的哭戏不仅仅是简单的眼泪 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 让人感觉仿佛与他共鸣了起来 而肖战的哭戏同样不可小觑 他在表达情感时 眼神中的悲伤和绝望仿佛能够穿越屏幕 深深触动着观众的心弦 他的哭戏中 情感的真挚和深刻 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感受到角色的真实和生动 当两位演员合作出演一场戏份重要的哭戏时 他们的默契和演技相得一张 杨子的眼泪与肖战的沉稳表情相互映衬 构成了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 观众们发现 当两位明星一旦落泪 戏中情感便被推向高潮 仿佛戏剧中的每一滴眼泪都能触动人心 观众之所以热衷于看杨子哭 不仅是因为他出色的演技 更是因为他能够将情感真实地传递给观众 他的哭戏中 不仅有悲伤 还有对生活的坚韧 对爱情的执着 这让观众在感受到情感共鸣的同时 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 因此 每一次杨子哭泣 观众都仿佛能够通过他的表演 感受到情感的真实和力量 这也是为何他的哭戏 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与热烈讨论的原因 杨子与肖战的哭戏之所以引起观众热烈关注 还在于他们在表演中展现出的专业素养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每一滴眼泪似乎都承载着故事的沉重 每一个表情都是对角色内心世界的真实还原 杨子在哭戏中展现的情感转变 如同一场戏剧的高潮 他能够在转瞬之间从欢笑转为悲伤 从愤怒转为无奈 呈现出角色复杂多面低性格 观众在欣赏他的表演时 仿佛与角色一同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 这种情感共鸣使得观众对他的表演爱不释手 肖战的哭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他擅长通过微妙的面部表情和眼神交流来表达内心情感 每一次的哭戏都是深情而感人至深 观众似乎能够透过屏幕感知到他身临其境时的真实感受 这种情感的真挚表达使得他的表演更具有观赏性和艺术性 观众热衷于看杨子哭泣 除了欣赏他高超的演技之外 还因为哭戏往往是故事情节中的高潮时刻 是角色成长和发展的关键节点 每一滴眼泪都似乎能够诉说着一个故事 观众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情感表达更深入的了解角色 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 杨子与肖战的哭戏成为影视作品中的一大亮点 不仅因为他们个人的出色表现 更因为他们共同创造的戏剧性张力 这也为他们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让人们期待着看到他们更多深情的演绎 为观众带来更多感动和共鸣 许多粉丝都怀着热切的期待 希望肖战和杨子能够再次搭档出演一部作品 在观众眼中 他们俩是绝佳的搭档 不仅在演技上相得益彰 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般配的默契 微博之夜的场景让许多粉丝欢呼雀跃 然而遗憾的是 肖战和杨子并未在活动中有太多的互动 这并没有让粉丝们打消对两人搭档的期待 反而让他们对这个梦幻搭档更加痴迷 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微博之夜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坑 粉丝们越线越深 每一个微小的线索都被他们捕捉 期盼两位明星能够携手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虽然微博之夜并未有肖战和杨子的互动 但这并没有影响粉丝们的期望 相反 这种遗憾让他们更加期待下一次的合作 许多人都在等待一则官方宣布的好消息 希望能够看到肖战和杨子 再次共同演绎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这种期待不仅仅是对两位明星个人魅力的认可 更是对他们在一起创造的化学效应的向往 这样的期望并非空学来风 而是建立在肖战和杨子过去合作的成功基础上 他们在一起的默契和协同演出的经验 使得粉丝们坚信再次合作的作品 将会是一次精彩绝伦的表演盛宴 对于那些深陷坑中的粉丝们来说 一旦手机屏幕上弹出了合作的官宣 将是一个真正令人激动的时刻 他们将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对搭档再度携手走向影视的巅峰 这对梦幻搭档的粉丝们 对于肖战和杨子的配合似乎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明星搭档 而更像是一个深深扎根于心灵的羁绊 微博之夜虽然未见互动 却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一场等待的盛宴 每一刻都充满了激情和期盼 在微博之夜这个大坑中 粉丝们被这对搭档的魅力所深深吸引 对于下一次合作更是憧憬万分 他们不仅仅是希望能够看到两位明星 在一部新作中再次展现出色的演技 更是期待着肖战和杨子之间那种独特的化学反应 那种令人心动的默契和情感交融 或许在微博之夜的遗憾之后 粉丝们会越发珍惜两人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 不管是在屏幕上的合作 还是在生活中的点滴互动 他们渴望见证这对梦幻搭档 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更在心灵层面形成更加深厚的默契 在期盼中 粉丝们心中充满了对肖战和杨子 未来合作的美好幻想 他们希望有一天打开手机 能够迎来一则官宣的好消息 知晓这对般配的明星将再次携手出现在大荧幕上 这样的消息对于粉丝们而言将是一场胜利 是对他们长久以来支持和热爱的最好回馈 也是对这对搭档默契配合的最好见证 在等待中 这群热情的粉丝们将继续深陷于对肖战和杨子的喜爱之中 期望他们未来的合作会超越所有期待 为观众带来更多难以忘怀的精彩瞬间 最近 网络上传出一则令粉丝们兴奋的消息 说有网友偶遇了肖战和杨子在恒电约饭的场景 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和热烈的讨论 粉丝们纷纷展开想象 揣测着这两位明星在恒电相遇的背后 是否有着更多的故事 恒电作为中国影视产业的重要基地 经常会有众多明星在此拍摄影视作品 而肖战和杨子作为当红小生和小花旦 他们在恒电的相遇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 据传闻 这次相遇是在一家餐厅 两人选择在繁忙的拍摄日程之余共进晚餐 享受一份难得的闲暇时光 粉丝们对于这次约饭的消息充满了期待和热切的关注 许多人表示 肖战和杨子是他们心目中的梦幻搭档 希望这次的相遇能够成为他们未来合作的一个美好开端 一些粉丝更是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一消息的兴奋之情 纷纷期待着看到两位明星 一同出演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 然而 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提醒大家 这可能只是一次简单的饭局 两位明星在业余时间见面并非一定就意味着会有新的合作 他们有可能只是朋友间的普通聚餐 互相交流工作和生活 而非为了某个具体项目而相聚 这一点让人们在兴奋之余也更加理性的对待这则消息 无论如何 肖战和杨子的相遇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话题和关注 对于粉丝们来说 这是一次充满期待的瞬间 也为两位明星未来的合作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或许这次横店的饭局只是一个开始 让人们更加期待看到他们在演艺事业上的更多精彩表现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